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忍无可忍 依然决定和几位老乡外出打工 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学来的知识 其实并没有什么软用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曹操一眼 那时候曹操变得司马依格外的器重 很快容身为了曹市集团总裁曹操的助理 负责大小驾驶 365天全勤 即使下雨天也要做好接送总裁儿子的工作 随着曹操的年事已高 把总裁位置让给了自己最得宠的儿子曹丕 此人年轻 生醒堪玩 但曹操变深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对时尚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每当夜幕来临 就去做了坚持的model 司马依认为 自己总算找到了知己 很快俩人便打成了一片 他们一起泡澡 共同研究养生之道 司马依很快也融入到 这个欢乐的工作当中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为了提醒年轻人 曹丕把总裁的位置 让给了自己的儿子曹瑞 曹瑞性格怪异 不顾及家族企业 每天宅在家中大玩cosplay 不光自己玩耍 还要拉着年长的司马依哄得开心 司马依为了他身边的总裁们 真是操碎了心 磨破了嘴 身板差点没累毁啊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与之后事如何 敬请关注电视剧军事联盟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